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律程 今次是三房單位 而且是高層單位 我們的樓層是34樓高 這個建築叫Gold House 亦是比較新的 2020年起好的 兩年樓令都未到 所以還有2510 Warranty 有冷氣 有暖氣 方向是東南 這邊是東 外邊是藍 東南黃金角 有陽光 又不怕太熱 亦有一個很大的wrap around的露台 中間有兩個比較大的位置可以讓大家坐 我們看看地理位置 建築是在Matchel Town的正中心 下面看上去這個已經是Sky Train 站 所以我們下樓過下面的幾條白色的馬路 一分鐘的路程就可以搭Sky Train 亦有天橋接到Matchel Town的Mall 麗精在後面 這邊亦有Best Buy 咖啡店等等 走遠一點就有Walmart 超級市場 跟Super Store可以買菜 所以這個位置都方便 亦有北邊 東北邊的山景 我們一路看過來 其實附近都有幾多新的建築 大家凡是溫哥華 看到多些這些全玻璃那些都是新樓 旁邊這棟是Silva 我記得是2015年的 然後後面這兩棟是Sun Towers 現在還在建的 未建完 前面是Maywood 然後再看正南方 這裡就是South Tower North Tower 我們現在的這棟是高於South Tower 而我們34層這棟的高度 亦都已經是高於前面的建築 所以我們走得很出望 都不會讓它阻礙到 我們附近幾乎現在是沒有遮擋的 就算我們剛才向東邊或向Maywood 南邊看 它跟我們的高度比較接近 但因為有斜度和距離 所以都不算遮擋得很厲害 還是很漂亮 很全面的景 向這邊已經是Central Park 大家看到很多樹林 那些都是比較矮的樓 就不會遮擋到我們的風景 其實這個建築 我們可以說是坐北向南背山面海的 因為我們是Skytrain 山全部是我們建築的北邊在後面 現在看出去是正南 今天雖然天氣好 但臨界度也不算極高 所以大家看不太清楚水 其實從那邊東邊開始 大家看到那邊零零零零零零零 就是Delta 下一點開始已經是水 是很遠 全部一直連接 一直到西邊都是海 然後向西邊看過來 大家頭伸出一點 其實不需要整個扑出去 就是這樣角度看過去 已經是看到單坂一點 亦是看到那邊的海景 我們在例如UBC 或者海灘 看上去西邊 就看到很多貨船 其實已經是那個地區 所以這個單位 主要的賣點就是景觀 加上它是比較骨子的三房 907呎的室內面積 做了三間房 因為它的面積不算太大 所以這個空心也不會太貴 我們現在的開價是99萬9 這個價錢是有少少低開的 現在我們溫哥華的賣樓的市場 也未去到立即下跌了 因為加息那些東西 仍然是多少人看樓 所以都是比較多用低開的策略 所以其實我看到這一棟建築 剛剛拍這段影片之前 查過一下數據 由一房到三房都有不同的單位是放售的 大概的赤價都是平均1200多元 甚至到1300 大家可以計算一下數據 看的 reference point 好 看完外面的景觀 我們給大家看看單位的入面 走走整個 unit 好不好 還要補充一點點 就是Go House這個建築 為什麼叫Go House 其實大家都看到 它是外牆的玻璃幕牆 其實貼了很多金黃色的反光紙的東西 但不是全部貼了 有些有 有些沒有 所以大家在很遠看這兩棟建築時 分別看到黃黃色的玻璃、茶色 以及建築的外框設計上 有很多金黃色的設計的框 所以這兩棟建築比較有特色 很遠都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室內的空間 我們在剛剛的樓盤進來 已經進入了客飯廳廚房的空間 這邊大家已經看到 它的設計是一個L形的 差不多都可以坐到三四四五個人 大沙發、大茶几 客廳就是這樣 客廳的方向向藍 它的Glass Lighting Door其實挺闊心的 兩片大玻璃 那邊是兩三片小一點的 可以開窗最右邊有兩個把手 中間可以開窗通風 除了向藍之外 其實這裡向東 還有一個隱藏小小的窗 所以客廳廚房都會很光亮 電視櫃設在走廊位 我們先看看廚房 這個單位屋主還在住 所以不方便開窗給大家看 但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一種 深深的咖啡式的廚櫃面 和配合白色的顏色 而且上面的紫色是有反光的 上面留了一些空間 大家如果想放東西 不夠位置放都可以放的 或者再想做高些櫃都可以 幫它小心消防喉的那些 櫃底有做到LED燈 也蠻充足的 雖然這邊是深色的 back flash 和桌面 但其實也蠻光亮的 主食空間的話 就是30吋的Bosch的爐頭 4個gas爐頭 下面就是焗爐 然後這裡就是洗手盆 在正隔壁 這邊轉彎位是空的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些都是 這個應該是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都是Bosch的 然後雪櫃呢 是這個應該 這個是雪櫃 這個就不是 這個也是雪櫃 等等我來看看 真的是雪櫃 好 這個是三房單位 笑甚麼 不是繼續 這個是三房單位 所以它配了一個比較大的雪櫃 這裡兩邊都是各24吋 兩個打開都是雪櫃 然後下面兩邊都是冰櫃 然後這邊有一個正方形的中島 微波爐放在這裡 有儲物空間的櫃 這裡也有電子 這裡也有一個可以坐到一個人的空間 這個就是廚房地區 我們先去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在這邊 主人房就是廚房這邊進來 現在放這張挺大的王座床 它的景觀向藍 大家進來這間房就會看到 你會覺得沒有那麼黃 因為它是沒有貼紙的 這邊的玻璃就是純色的出去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如果夏天太陽光 晚上這邊會感覺是強力一點的 旁邊貼紙可能會溫和一點 然後這邊進來 這兩個是closet space 是衣櫃 再進來的是洗手間的空間 也是一個三層 比較大闊身的sink area 有 countertop 這些都是quadset櫻 有大鏡 然後下面是處理空間 座廁 毛巾在後面 也有比較大的shower 鋪瘡纖維底座 那個shower head就在上面 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鋪了地毯 然後也有sliding door可以走出去 然後我們去看看second back room 我們在主人房 然後我們看一間最小的房 才有三間房 這間房就會是最小的 現在就好像是小朋友的玩具房 兒童房 也有窗有櫃 而且這個房間是corner的 這邊是向東的 就看旁邊的建築 這邊是向南的 看和剛才的客帝一樣的風景 可以開窗在這裡 外面也有露台和藍邊的景觀 這間房也有他自己的衣櫃 就會在這裡 這間房因為是比較小 所以可能大家是給小朋友住 放單人床比較合適 放雙人床可能會比較大 我們出來最後看這間 second back room 就是大很多了 現在放了雙人床 是一個queen size的 bed 然後也有個比較闊的dresser 看出去的風景都是向東的 這間房間是沒有貼紙的 兩個大玻璃 然後再加上可以開的窗 這裡有兩門的大衣櫃 第二間房的洗手間是cheater bathroom 有一個好像en suite 直接可以進來的洗手間 有條走廊 是浴缸 有一個可以拿下來的花灑頭 然後座廁在後面 洗手盆在這裡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道門 走出來其實就是門口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 就是兩個full bath 三個房間 門口在這裡 進來之後 這邊是laundry space Bloomberg的洗衣機乾衣機牌子 房間也挺大的 將來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 換大size一點的洗衣機乾衣機 都一定放得下 旁邊還有儲物空間 也都高度夠 門口走廊進來 左手邊是cheater bathroom 來到這裡有個衣櫃 比較多東西 開一點給大家看 多放衣服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一個很短的走廊 來到這裡 就回到廚房黑飯廳 所以感覺上這個櫃都算是實用的 因為corner unit來說 通常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溫我們這邊的建築 它比較少 暫時比較少 好像香港鑽石營 所以一個正正方方的建築 通常兩房都會放在corner 因為corner有兩邊窗 彩光靚 一corner就會有很長的走廊 這個單位還可以 我們現在掛牌的單位 它是34樓03號 高house north 地址是6383 是一個2020年建築的建築 三房907呎 下面還有兩個車位 是單位 單位是有冷氣有暖氣的 管理費大概是590元一個月 它也是包含冷暖氣的使用 以及gas的使用 還有懸藝、垃圾、熱水等等 我們現在說星期一掛牌 之後星期六日會做open house 兩點到四點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預約上來看 掛牌價是99萬9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預約來看 多謝大家 拜拜 接著我走了 打薦 摀的 雷 然後 大 陡 爹 櫻 在 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